在我们要带来关心到是这个乌克兰 在12号这一天可以说是非常不安宁 因为整个国家可以说是空袭警报大响 我们先来看到了是在6月12号这一天 凌晨的时候整个乌克兰的国境 全部空袭警报狂响 根据这个基辅独立报的消息指出 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 基辅也就是乌克兰的首都是遭到攻击 而且俄罗斯是采一个混合式攻击的方式 包括使用了薰衣飞弹还有弹道飞弹 以及无人机混合使用 还有是被乌克兰的防通系统挡下 但是依旧可以听到爆炸声响 而且呢虽然在基辅的这个空袭警报 是在4点45分的时候取消 但是在5点钟的时候呢 在南方的城市叫做奥德萨 也传出了爆炸声响 甚至这样子的全境空防空袭警报 发布的状况之下 也让周遭的国家非常紧张 我们说的是波兰 波兰就说了其实在冰箭 也可以听到这个空袭警报 所以武装部队司令部跟他的其他盟友 立刻派出飞机紧急升空 就是要来保护自己的领空 另外要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之前一再提到说 现在又在扭转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场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美方还有欧洲国家 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元的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的边际 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保住哈尔科夫呢 根据哈尔科夫的市长 他说还真的有 因为他说在这样子的 应该这样的命令一出之后呢 乌克兰的军队的攻势 其实相对来说 也带来了一个比较平静的局面 就没有像5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发生了大规模攻击 这是他的看法 认为的确是有效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在俄乌和平峰会的期间 俄罗斯的动作非常多 像是可以搭载 这个极音速飞弹的四艘 俄罗斯的军舰 是开往了古巴去 而且在大西洋进行了抛袭演练 这个地点非常敏感 距离美国就有145公里 对美国下马威的意味 可以说是非常浓厚 恐怕也只有俄罗斯敢把军舰 开到美国家门口药物扬威 俄罗斯军舰远征古巴附近海域 还刻意释出开炮画面 让美国人绷紧神经 俄军派出的是最先进的巡防舰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以及核动力攻击潜舰 克山号等四艘船舰 尽管没有搭载核武 但是距离美国本土只有145公里 但是俄罗斯怎会放过搬出核武的机会 周二跟傅庸国白俄罗斯 是精神参加 和平峰会召开前夕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赴德国国会演说 争取更多防空武器的援助 不过近来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 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极右派势力抬头 泽伦斯基眼前的难题 还有欧洲人的圆屋卷带 屡神送不到 除了欧洲针对这个俄乌战士 其实已经非常紧绷之外 另外一个相当紧绷的区块 当然还是中东地区 我们来看到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 双方似乎在线战火 先来看到是在6月12号的时候 黎巴嫩的境内总共发射了160枚的火箭弹 而且分两波来针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攻击 而且这一次的攻击行动 他们专门挑一些军事重地 像是哪些地方呢 像是空中的管制基地啦 还有装甲车的工厂 这个意味非常明显 就是要报复以色列的行为 我们先来看到真主党是怎么说的 真主党说是因为之前以色列空袭了 而且击杀了他们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 所以他们定调这次的行为 是一种复仇行为 而且当中死亡的指挥官 也是目前阵亡当中的最高层级 但是呢以色列当然也不甘示弱 认为说这是一个军事反截 接下来也会进行到更深的一些举动 甚至呢也摧毁了黎巴嫩的南部 包括是这个亚鲁恩 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器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当然除了黎巴嫩跟以色列双方战火 而且紧绷的态势越来越升级之外 大家也很想知道在加萨地区人民的苦难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尽头 尤其是以色列跟哈马斯当中的停火协议 到底能不能谈成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时间轴 是在6月10号的时候 联合国的安理会通过了美版的停火协议 那到底现在当中哈马斯接不接受呢 其实在隔一天的时候 哈马斯就回应了 而且当中也说会进行修订 当中要确认哪些细节呢 包括是停火的范围时间点 还有撤军 他们要求这个以色列的所有军队 都要撤离加萨地区 还有之后的后续重建问题 换求行动 所以他们认为说 必须要重新拉一个时间表 才能确认会不会答应这样子的美版停火协议 但是光是这个回应的举动 就让美国觉得善意满满 包括是白宫发言人科比就说了 哈马斯的正式回复 其实对整个事件的推进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另外一个关键角色 以色列又是怎么看的呢 以色列就说 这个当中改变了主要而且最有意义的参数 而且拒绝释放人知 哈马斯的回应其实翻成白话文来说 就是等同拒绝这样子的停火协议 所以到底能不能成功迈向了停火那一步 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讨论 还要历经很多的考验 再来我们来要讨论到ISIS 这几年大家听到ISIS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除了在之前ISIS-K在莫斯科 所策划的恐怖攻击行动之外 我们会觉得ISIS好像在这几年 已经消失在大家的眼前 但是现在美国传出了在洛杉矶 纽约这些地方相关人单位 逮捕了8名跟ISIS有关的中亚人士 而美国的CNN也特别获准进入到了 叙利亚的ISIS拘留中心 当地的设施就被相关的学者警告说 他很有可能反而是培养ISIS恐怖分子的一个温床 5年前令各国文之色变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IS现在准备卷土重来了吗 美国传出在纽约费城河洛杉矶 逮捕8名可能与中亚ISIS有关联的塔吉克男子 据了解这些人都是从美国南部边境入境 曾在FBI联合反恐任务小组监控范围 上个周末被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人逮捕 就在各国对ISIS可能发动的恐怖攻击市井 ISIS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拘留营 其实还有颗定时炸弹 伊斯兰国组织瓦解5年后的今天 仍有数万名ISIS战士和他们的家人遭到拘留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叙利亚境内至少有27个设施和两个营地 估计关押5万6千人 包括3万名儿童 尽管ISIS自称的哈里发国已灭亡 但ISIS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 美国国安官员警告 这些营地恐难以管制 且对外在世界充满敌意 当中被关在霍尔营的妇女们来自60多国 面对镜头朝天空竖起食指 向ISIS致敬 不后悔 但抱怨迎迎娶条件很差 住在霍尔营的大部分是孩童 并非因自身犯错来到这儿 但这里实际上是个任意且无限期居留 妇孺的监狱营 由美国领导的抗ISIS联盟出资建造 联军盟友SDF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 营区官方政策是男孩到14岁 就必须与母亲分开 把他们送往专门的改造中心 但很多其实12岁就被带走 今年初SDF突袭发现 这段针对营地内儿童的训练影片 直指营区青少年结婚 就是为了繁殖下一代ISIS战士 这也是为什么每个月有约60名新生儿出生 而南韩被送往的改造更生中心 环境比营地要好 但只有150床 且已经全满 从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来的伊斯朗 是这里年纪最小的男孩之一 人权组织表示 这严重违反国际法 但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 捍卫他们的做法 而获准进入采访的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发现 当地恶名昭彰的监狱里 年纪最小的囚犯仅14岁 狱中估计有4000人 是世界上ISIS战事最集中的地方 美国资深官员透露 这里最大的担忧就是越狱 2022年数百名囚犯曾成功逃出 一间牢房关押25人 男子盘腿坐着不发抑郁 记者被允许拍摄的两间房相对干净 但据了解内部结合并猖獗 有团体指这个美国资助的监狱是法律黑洞 比美军位于古巴的关达纳摩监狱还糟 虚利亚民主力量和美国促各国 让这些人从虚利亚遣返回本国 表示这是解决这复杂又危险情况的唯一解放 但进程十分缓慢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警告 这些营区控成下一代ISIS的温床 因为生活品质很糟让他们容易变得更激进 推新闻众口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